一笔财 竟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许米小 今天是1月6号 礼拜四 昨天美股大概在半夜的时候 我们三点的时候 凌晨三点的时候 开始下跌 因为FED 美国FED要加速升息 减少要缩表 要加速升息 有可能在3月份会有80%的升息印 0.25%这个消息出来 还有更多的 还有更多的 今年好像今年 他们可能大概会升息 大概总共三次 三次 明年两次 后年三次 总共八次 大概就这三年的升息大概会有到2%左右 其实算起来算蛮温和 不会说很急 所以在操作上的话 还是要脚步不要乱 最重要的脚步不要乱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现在期货下跌150点 147 跳来跳去 现在目前为止台北股市现在是下跌162点 这看是还好 还好 还好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纳斯达克去露522点 3.3% 道琼小跌 392 废半露3.2% 129点 这废半其实在前一天 已经震荡了 我还说大概4%左右 震荡很大 好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目前为止 雅谷南韩开地走高 开地走高 现在小跌而已 小跌 60点而已 日本 日本跌多一点点 跌得多一点点 跌得多一点点 这差不多1.3% 480点 还好 还好 那它2万8千几 两万八千九百多点 好 那我们台北股市最近可以看到行情 都是在行情最高是一直往上冲 这个带动起来的 从我们新春开红盘起来 这起的都是台积电 路的时候也是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有拉回的时候 昨天台积电震荡有拉回的时候 那整个资金我是有看到 我在盘面上有看到是有在轮动 竹林有在轮动 有在轮动 这是好事 不然都要 不然台积电都会去到好 大家都不用 大家都不用玩了 好 我现在看一下 快速看一下 台积电目前为止 现在他们昨天台积电是 它的ADR下跌了4.75% 来看一下 看一下台积电 来看一下台积电 你看新春开红盘 这样起来 震荡还是很大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50块 下跌10块钱 占比台股 差不多是下跌85点 85点 应该是 这不是一半的了 现在有173点 台积电这一半 还有另外一支就是联电 2303 联电 联电我们是已经把它卖出了 631 跟昨天收盘一样 631 我们先把它 先获利了结掉 我们是获利有10.5% 这是联电 我在过年前 在年底的时候 我已经特别跟大家说 我一直跟大家预告出联电 如果再不过高 我就要把它先获利了结 我就要把它获利了结 这年前我就已经说要把它获利了结 没办法 在新春开红盘当天联电大跌 下跌1.6块 跌幅很重 跌幅很重 好 这期联电 好 现在目前为止 现在整个盘命看来看 大部分都是在下跌居多 我们来先看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的 先看一下我们的现在目前为止 分类指数 现在它跌比较多的 就是电子股 电子股跌比较重 当然常常留意 昨天下跌就是都在高科技类股 电子股跌比较多那是很正常 运输小红 钢铁 我昨天美股的钢铁股也有下跌 无诚无诚我也是跟你说 钢铁你不要买太多 你们人买太多 还没有正式翻扬 你不要等到你不要买太多 你买小小一点点 这就是钢铁 航运 航运 我就知道你讲过 你昨天叫你不要用冲的 不要冲 你们人买太多 所以成交量没有在航运股 你不要随便乱冲 你要布局是可以 我说的是布局 你现在买你设定说 你要他涨个5% 还是涨个5% 或你了解5% 7% 10% 如果跌的话做个停损 可能3% 4%做个停损 这是布局是不要当冲 昨天我就跟你说不要当冲 好 现在目前为止 航运股先看一下 我现在目前航运股 来 先看一下航运股 来 航运股目前来看的话 来 杨明起1块 杨明起1块 万海起早1.5% 长龙 哎呦 开笑 来 长龙现在起1.5% 也起1块 这货贵三雄 比较目前为止 比较有机会 比较有机会 这是我的看法 某杨明起 航运股还是蛮不错 看起来好像不错 我们看一下它的成交比重 11% 昨天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航运股大概差不多7%而已 7% 那是很少的 非常少 好 那是非常少 那现在目前为止 有稍微多一点点11% 就同样 还是不要用冲 现在目前为止11% 不需要冲 不要冲 不要冲 不要做当冲 你可以布局室 布局室 你说今天买 大概是两三天 还是说 还是两三天 还是说今天有涨到5% 你也可以买掉 布局室 这是有关于航运股 好 那目前为止 整个台面上 只有看起来的话 只有航运股 有机会 因为资金 你如果电子股跌的话 电子股跌的话 资金会挪向哪边 运输股 运输股 这都是 这是一个悄悄板 算起来算一个悄悄板 因为这两个 不同的 不同的产业 产业别 电子股 电子股 来说的话 也说得 坦白说 已经很多股票涨很多 去坐 涨很高很多 你手边的股票 涨很高的地方 它如果高档不过高 你要 要 要适度的减码 或是收回资金 就是要怎么 要增加现金部位 增加的现金部位 不能说这样 报上又报下 来去一场空 买股票我知道 在去的时候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涨 大家都在去 当然都有企业了 对不对 你不要等到说又拉回到 又拉回到这里 这里 又到这里 你如果没有现金部位 还是说你又报上报下 又来回一场空 操作 操作 这也是很重要的 操作策略上 主要 其实操作我就说 你说买股票 很简单 你说会贪金 当然会贪金 但是你要卖掉 你要买掉后 落贷为安 不是一直往前冲 股票 各股 各股上当然有些不太一样 我们也说有涨多 大家如果再拉 再没办法往上攻击 往上走的话 那就要适度的解码 或是卖出 那 好 我们先来举例一下 我们手边的股票 我们举例 这样 不要说别人 说自己的就好了 来 来看一下 国具 这是我们在11月3号所买的 这天买的 到目前为止 这段到昨天为止 有26% 20% 这样有26% 那现在目前为止 他昨天 这高档有再过高 高档有再过高 今天拉货 不过高 那我们就 这档股票 我们准备 准备 要第一步 我们就先减 先减 第一步先减 再来的话 我们就再看 看他如果没办法 没办法止吻 没有办法止吻 就是意思是说 他没办法再持吻的话 那我们就要先把他 就要把他全部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 好 那这里再看看国具 来看一下 国具我们在这一天大涨 大涨8.5% 这国具T4.2%大涨8.5% 1月4号 我们发个抗讯 这是在1月3号 我们发个抗讯 来 1月5号 昨天 昨天高档还有再过高 昨天最高有到538块 那我们在11月3号 423.5% 423.5% 买 这样 这段 看起来温温和和 也没说没有什么样的大涨 但是时间一看拉长的时候 我们26% 他111块 这是国具 现在没钱为止 现在拉回 现在目前为止 现在收在523 下跌12块13块 这些国具 那这块国标 不要留下来 真的不要多 买股票 这张股票已经涨幅一段了 已经去一段了 如果说要看外资的 看外资 你如果看外资 你买进的地方 刚好他又是一支的 你说外资啊 外资不是告诉你这一天 11月4号吗 来啊 外资啊 外资啊 这外资来说的啊 在调高到600块 我来说 我就说了 你听听就好 你不要信 你不要相信 你看 你可以看到 他们调高的地方都是在哪边 他们在调高 他们怎么在地档上调高 为什么不在地档上调高呢 那为什么就是要在高档地方调高呢 当然啦 他们 这两天看起来是心口如意 心口如意 心口如意的话 你还是要 自己要特别注意 股价也已经一段涨幅了 你说我们在这边 在这边买的 你说这基期 我们在操作的地方 买的地方 基期是比较低一点点 来来来 这 有些股票我们是用布局室 布局室 这布局的 这段 这样就这段 国据 这国据 好 操作还是 要稳扎稳打 你看着一直涨很多 你说我也知道 你们在高档地方 在历史高档所在这 你看的时候 每天你都很开心 就是说可能这两天 这礼拜开始 这礼拜你可能比较不开心 我也知道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 不是高档而已 我们也是 因为都去台积电 股票每天都 还涨了255点 股票都好像 没什么反应 都去台积电 台积电在礼拜三那天 在礼拜二 起那多 涨了 台积电就占了212点 吉他就都没有了 起二十几块 好 那现在台北股市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139点 139点 今天的量能 以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 你说现在你今天在这种盘命上 盘市 你说叫别人去买股票 你自己想想看 你手边如果很多股票 你都要卖股票了 你就是要买了 你就想要卖了 那别人呢 别人怎么 你就想要丢 别人要接吗 不一定要接 所以要增加先进部位 不然又报上报下 那太可惜了 好不容易赚到钱 在股市里面 说实话要贪钱 不会很难 但是要守住 这才会困难 这要叫我这句话 不要报上报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还是在 在 航运股 比较有机会 航运股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分类指数 再扫一下 来 电子股 现在目前有进入 1.1% 来 航运股 上 还有收红 还有收红 那今天可能会有 撑盘的地方都在加 这个是来 当做撑盘的 金融股 你可以看到 撑盘 撑盘的 撑盘用的 来 航运股现在 来 13% 现在有13% 来 好 那航运股 建议 建议 来 买航运股 做航运股的话 就 到无成为止 够你可能 还不太适合冲 还是做一点布局式 布局 可以 我认为还可以 小买小买 有涨 有探钱再买 再加码 如果没探钱 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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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停损点 设好 买了就这样 好 现在看一下 快速扫一下 来 看 来 现在最近的被动元件 这股被动元件还蛮有 还比较有行情 较有行情 可以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被动元件 我们手边也有其他的被动元件 那也真的还有 不是刚才不只有国具 6284 前叠叠叠叠叠叠叠就不要讲 不是我 是别人 来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段一段 这我们是有做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做 一段一段做 这是家帮 现在无尽味剂 现在今天 你可以看到 家帮 无尽味剂 到昨天的话是有再创高 今天稍微拉回 稍微拉回 现在要再追吗 那 也 稍微等一会了 等一下 有更好的价位 有更好的价位 再来考虑 这些苦努 不然就稍微等一会了 钱在身上又不会 会咬你吗 会咬你吗 要忍住 要忍住 买股票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才能够赚得到大钱 买股票 那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 这些 这些那种 每天那种掌停板的 这些 今天这些掌停板的 都是一些低价的 都知道 你现在看 4块 4块 5块 4块 8块 12块 这什么5块 3块 这都 现在市场上是说的 同板价是50块 我担不得贵 我们没卖 我们同板价是10块钱的 今天 还有5块以下 都起这个 这卖掉了 不要随便乱追 这些股票都有些 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不用点人家 今天 比较强势的地方 看来 好像 好像 没有 还有一些元宇宙 来保 昨天 昨天就快跌停板 今天就又大了 还有毛宝 这疫情 最近 不是刚刚才 美国的确诊 在 在礼拜 应该礼拜二 礼拜二 那天 拜二 这个拜二 他们确诊人数 因为 可能是我认为 因为应该是 圣诞节 然后再来就是 就来就是 新一年 然后 再延续下来的话 总共 他们一百万六万的确诊 我们只有两例 我们就有错一旦 他们一百万六万的确诊 没办法想象 没办法想象 还是要 如果还没打疫苗 赶快 还是要赶快去打 出门戴口罩 把自己先照顾好 照顾好 也是 可以照顾到别人 好 那现在台北股市 现在目前为止 那是航情较好的所在 也是在 看起来是在 在航运股 航运股 昨天跟你说 洋运股 也给你到目前为止 观察看了一下 还是不要 看一下 这成交量 有慢慢的往上增温 真的有在增温 有在增温 电子股很有可能会资金 资金会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现在有点这样的迹象 因为昨天台积电 在拉回的时候 资金就有往航运股 资金就往航运股 当然 然后昨天量能还不够 所以整个航运股 尾盘还是拉回 也是扣回来 还是像阳明 我们的阳明也少跌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台面上的一些重点 休息一下 再来看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本人领先动物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台北股市 有缩小跌幅 落到126点 今天成交量 大概如果现在 目前为止 如果维持水平线 落到136点 左右这些地方 给你的成交量 可能到不大会 不到3000亿 不到3000亿 可能会不到3000亿 除非说有往上攻击 或是往下拉 这样他才会把交易量 整个把它给加大 加大 不过以目前来看 今天成交量 应该会低于3000亿 低于3000亿 现在目前为止 看盘盘上还是只有 航运股 航运股 现在无论 航运股有越涨越多的趋势 交易的量能有越来越多 今天有15% 现在15% 这是一个重要 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指标 买要记得这是布局势 先不要冲 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为止 现在航运股2603 这起得多 上涨3块钱 长龙 现在无情绪 还在盘整 在长龙 目前为止 坏消息还挺多的 坏消息还挺多 签长约 长约是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人家调查 不合理 不合理的运费 这么贵的 贵到贵三杯 这样 不合理 认为当然就 有美国政府要调查 他们要调查 好 来看一下 我看一下 现在目前为止 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的一档股票 车用电子 没卖掉 昨天开高走低 没卖掉就没卖掉 没卖掉 我们就找个好的价位 好的价位点 我们再把它获利了结掉 好 这是2355竞棚 2355竞棚 好 那这些外资 昨天前天大卖 昨天大卖 他们现在的做法 隔日冲 我实在在操作 目前为止 在高档地方操作 就是也要特别注意 昨天这一根的大黑棒 涨到最高的时候 外资卖的 外资 外资卖的 外资卖的 好 这是 净宏 这是测用电子 这次测用电子 来看一下 再看现在目前为止 台北股还是有在慢慢的在缩小跌幅 缩小跌幅 这是好事 好事 好事 昨天有个类鼓 盘中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因为会叫的 太阳能 我不跟你说你不要随便乱追 太阳能 太阳能 昨天你可以看到 昨天创破断新高之后 拉回你也知道看 大黑鸡棒 几乎收到最低了 现在太阳能 我不跟你说昨天你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等到拉回 那么基期不低 不要追 现在今天再拉回 不要追 他们基期太高了 好 那我们操作 我当然就是若宜 来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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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产业心机 来 赢家才能够帮你成为赢家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那也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下午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一定带出 陈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兵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陈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小空 曹 ouse imported